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奥运会羽毛球的节目当中来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双打的一场半决赛 交手的双方在中国的风云组合 蔡云和傅海峰和来自于韩国的选手李在珍黄志万之间来进行 我们再次请到了前世界羽毛球的冠军赵建华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大家好 首先是蔡云的发球 上来就来了一个滚网 希望这是一个好兆头 运气在我们这一边 25岁的韩国球手李在珍接发球 蔡云的封网速度很快 李永波还有南双的教练陈兴东 很可惜这球处理的有点手软 那么傅海峰这球很明显想轻挡一个往前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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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1 我们之前也讲的韩国队的双打包括混双他们的技术特长 一般来说就是前半场 不管是发接发还是短兵相接这种平凑的 他们这些技术都相当不错 接发球传攻下网再得一分5比2 这一队的韩国的双打组合呢是他们国内排名第二的一队组合 6比2 开局非常好 那么中国队是比分领先6比2 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主要是韩国队的李在珍跟黄志万能 在接发球上面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3比6 李在珍发球 郭海峰的接发球虽然是用了假动作 不过这一球已经是被对方看得出来 好球 同样的方法 还以颜色 目前大家在比赛当中 他都还没有完全打开 那么基本上都是在发接发这上面呢 来争取这个主动 男主双打的比赛啊 这个跟你说是节奏最快的 确实 嗯 一个项目 没现场的勤奋啊 有发球 看的是过手 这个拍的是过手 对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说发球里面它有过腰 还有过手 就是它的这个球拍呢 过了你的这个手腕了 对 过手是拍头过手腕 而过腰呢是 对 拍头不能过了这个 对 过腰呢是球不能高于腰的高度 对 这主要是都是为了减少在比赛中 发球直接造成的进攻性 对对对 这种平抽快挡啊 还是说节奏非常快 平抽挡 对 平抽挡还是刚才就讲的是韩国队的一些优势 五号 纹转 轻掉啊 头顶的位置 判断准确 蔡云 这球确实是出界了 9比7 蔡云和傅海峰是2006年的世界锦标赛的男双冠军 这个对咱们中国的羽毛球的发展是一个突破 因为男双一直是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确实 那么男双在这个中国队 是一个比较薄弱的 当然从这个蔡云和傅海峰 在这近几年里面应该还是表现相当不错的 包括在多哈亚运会里 他们也是获得了男双的冠军 曾经也长时间的占据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10比7 蔡云发球 前后场的进攻 非常的痛快 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 这样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蔡云和傅海峰以11比7率先来到了技术暂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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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经过了60秒的技术暂停之后 双方的比赛继续开始 就是蔡云的发球 接发球的是来自于韩国的黄志万 今年24岁 身高1米76 他们这一队组合曾经在07年获得过双打的 市井赛的铜牌 都对角出现 双方队的第三拍出现了失误 这次是韩国队成功的组织了连续的进攻 看来双方进攻的威胁都相当不错 这样的比赛才好看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双方肯定要在这个前半场 要争取 要有一个争夺 因为你只有通过前半场 才能争取到这个进攻的机会 是一组的平球快挡 率先下压 扑海峰 这是一位左手球员来自于广东的杰阳 他今年是24岁 身高1米83 扑海峰的杀球的速度被测到 是332公里每小时 我想到时候当时 因为你们那时候还没有引入测速器 对 我想你的杀球恐怕也是非常重的 但是至少是证明了这个羽毛球运动 是所有的拍类运动当中的速度最快的 不要看它的重量轻 确实 那么因为羽毛球 尤其对运动员的是这个要求 在反应 这个启动上面要求比较高 特别是男子双打的这个速度 都会更加的快 节奏感 两个人在场上还存在一个配合的问题 所以这个比赛也是非常好看 这个球出界了 好像对比分还是咬得比较紧 现在把比较带到了11比13 发短球 14比11 好球 很可惜这个傅海峰呢 球是没有打准 分不出去啊 对方的球也是速度一拍接一拍很快 对对对 其实现在就是说防守的一方嘛 不管是中国队还是韩国队 就是说都不太容易把球能够打到 就是比较好的位置 对 布海峰一个调球 封网 好球 蔡云呢在这两个人的分工当中呢 也是因为呢他有出色的一个封网的能力啊 所以 双方对自己的防守呢 都不一定有那么有信心 所以进攻呢 的把握性比较大 16比12 发球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蔡云 28岁 又是背叛 发球没力 就是 你的这个球拍的这个框 边框你不能过了你的手腕 所以一般来说 球员的这个拍子呢 尤其拍臂呢 会竖起来一点 刚才这一分还是判给了韩国队啊 李在珍 25岁 身高1米78 平球快挡 韩国队把球拉起来 机会 再杀 还有一把 好球 这一口气下来 基本上没有喘息的机会 其实有些球好像没那么重 可是给现场的观众那种齐声的呐喊 我觉得可能声 那种声音的这个助威吧 我想这个球好像显得特别重 因为看线路来讲 其实并不是非常尖 对对对 还是属于这样平抽的这个感觉 好的 现在呢 比数呢是17比14 中国队领先3分 这是一个短球 对韩国队的选手 直接在前半场封住了这个球 机会 漂亮 你刚才说这个傅海峰在往前呢 刚才这几个小球斗的也是说 质量很高 对方呢掀起高球 所以呢 被蔡宇云呢 打了一个一板 球连续两次的滚网 18比15 分得很好啊 可惜 好球 分得很好 球还活着 好 哎呀 很可惜 不会这样 对对对 刚才很精彩 这球呢因为傅海峰呢 这个准备姿势呢 它属于一个半蹲的姿势 我们看一下半蹲动 他半蹲下 这个球如果就是用这个 反拍来接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他蹲下来以后呢 因为对方的球呢 比较低 所以呢 他没有太好的击球点了 轻掉 球出界了 但是傅海峰呢 现在展示了他在球场上 现在头脑比较的这个清楚 而且很成熟啊 他还是非常出色 就是说速度比较快 而且抢攻的意识非常强 机会 接发球接得很好 才晕得一个后场的补救 轮转啊 还是防守的站位 挑起来 韩国队继续进攻 好球 好球 这球分得漂亮 好球 富海峰再跳杀 再杀一板 韩国队刚才防守也是很 很精确啊 最后的时刻呢 是一个放网 出现了输入 这样中国队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0比17 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韩国队 防守确实也相当不错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防守 还是有一丁的这个顾忌吧 现在中国队的比分来到20比17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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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已经赢了这场比赛一样了 但是富翰又盼中国队发球为例 嗯 过手 这个 所以现在呢 场上的比分呢是 这一分还是维持了原判啊 判给了韩国队18比20 还是中国队的局点 这是第一局呢 很关键的时刻啊 好在局点的时候 中国队 接发球 现在要全力以赴做好接发球的准备 仍然是局点 接发球的抢攻 这个球是滚网幸运啊 对 其实我觉得双方运动员都应该要 要有个平常心态 嗯 要冷静 对对对 现场的观众有点不太冷静啊 现在 好球 有些可惜 对在20比17领先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比分是被对方 吹成了20平 嗯 所以刚才一直在讲究说 还是要把这个心态放整 好球 好球 再次来到了局点 不过因为打到20平之后呢 必须要一方呢 赢下两分才能够获得 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是蔡云刚才非常精妙的 一个回发球的抢攻 再次呢来到了局点 不知呢 还没有最后的成功啊 还要稳住 至于这个发球 对 机会 还有 好球 杀球出界 这样呢 蔡云啊再次呢 出现了她那个经典的庆祝动作啊 双腿跪地 好像比赛已经结束了一样 这部队还是打得非常有气势的 22比20 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之前呢这两队选手呢 有过一次交锋啊 是风云组合暂时领先 这是在07年的澳门大奖赛当中 他们成功的击败了韩国的二号男双 李在珍和黄志万 来自于江苏的蔡云发球 这次蔡云呢准备把球呢 分到一个对方 比较难以 这个处理的一个头顶位置 出界 再次又判出了傅海峰 发球的过手 今天的这个发球裁判啊 我相信呢 他是一个执法 非常严格的裁判 二平 机会 好球 好球 逼出了一个高远球啊 有弧度的 所以比较慢 这个球呢落点非常的好 扑网呢扑在了底线以内 切发鞋的落点还是非常准确 这一次呢还打同样的一点 手感就不佳了 出着边线 4比3 可惜了这球呢是 发球 对 也许就是说 被判了几个以后 对这个发球时的这个心态 也许会有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好球 机会 好球 而且呢这两个选手啊 蔡云和这个傅海峰都是遭到了 发球的这个过手的判罚 对对对 好球 看到往前的机会 对方的放网质量不高啊 蔡云 那目前呢就是说韩国队在前半场 应该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这个傅海峰跟蔡云呢 今天在这个短兵相间之中呢 我觉得之争还是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所以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场上 争取到了比较多的这个进攻的机会 好球 再次打出漂亮的进攻组合 好球 李在珍接发球 这两个人呢在后退的过程中啊 出现了一个配合上的不默契 一个追深的球 因为球太靠近身体了 机会 好球 会是傅海峰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就是韩国队 他不太容易守得住这个中国队的攻势 所以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想来自己来进攻 但是呢在往前呢又今天又没有 组织不起来 又没有得到这个优势吧 所以这场球他们打得还是比较不舒服的 太好了这个是 但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挡网啊 在很远的地方 有点意外 其实蔡英英把这个球处理了 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球的落点会这么好 对 两个人就是说 尤其韩国队这两个人就是今天 在心态上面我觉得 她比较担心什么 就是中国队的进攻 一般我觉得就是说 韩国队本身他们的 防守本来应该是相当出色的 可能面对中国队的进攻还是有些担心 对 所以从心理上就是想 想来通过这个前半场来组织进攻 所以对这个球的要求比较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再加上自己一些失误啊 所以可能在心态上面我觉得 不是那么放得开的 轻调的往前 两次很漂亮的推 这个球出界了 这样中国队11比5 领先6分 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暂停 从第二局的表现来看 中国队呢还是说呢 比较心态成熟 尽管呢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 可是从技术和现场的气氛上 都是占优于对手的 所以在第二局表现还是不错 比赛继续进行 发球的仍然是傅海峰 轻掉一板 韩国队踢底线 又是宇戴珍呢在后场平行移动的一个头顶的杀球 挂网 好不容易得到一次进攻的机会啊 没有把握住 中队在场上现在呢 士气很好 对 打得比较顺 12比5 好球 好球 还在轮转了 傅海峰又准备了轮到后场去 杀球用不到了啊 直接呢蔡昀呢再往前的封网就可以得分 很多这个球路啊正好是顺着中国队的这个意图 你看这个傅海峰的及时跟进 那么韩国队还在就是说去放这个往前 所以明摆了就是把球送给他们对吧 对 把小球 球分出来 但是蔡昀刚才对这个比赛真的回球的判断 特别准 对 所以他的球路分得很快 可是咱们的回击更快 所以我觉得韩国队今天最主要的一个失败 就是对自己的防守没信心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变成他没有球路来打了 因为前半场又占不了便宜 而且很多球路正好就对着这个 中国队的这个这个意图去走了 那么作为这个蔡昀跟傅海峰 就是应该减少自己的一些失误 因为现在势头非常好 对 今天的傅海峰已经是出现了两次的 这个发球的直接失误 这个是接发球的挂网 对 虽然是大比分的领先 那么还是应该把这个优势继续扩大 这样彻底地把对方的这个防线给他摧毁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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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昀的接发球质量很好 有点这个过了网之后呢 特别贴网的一个下落的过程 确实 今天这个韩国队对中国队的防守 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头痛 为什么 就是说出来的球根本就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正因为是因为对中国队的进攻 没有信心 所以变成他的打法受到很大的这个局限 就是一个杀球的机会 再度得手 这次在后排 在这个后场起跳 杀球的是蔡昀 可以说是韩国队的这一队组合 李在珍跟黄志万的手 可能是越打越软了 对 这比赛当中就是这样 当你的这个整个士气被压制的话 就是原来有的技术也很难发挥出来 他现在估计头脑 蒙了 对对 就属于就是去应付吧 没有 头脑应该是没有那么清醒了 可惜了 这个反拍的分球 挂网 对 节奏不要放慢 这个节奏失误 8比17 韩国队现在还是落后9分 这个心理上很显然的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中国队每增加1分 那么韩国队的信心也就每下一分 减少1分 现在是出现了18比8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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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队的这个士气已经完全没有了 对 激励这场比赛的胜利呢 现在中国队呢还有2分之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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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的场点呢已经出现了 这场比赛的结果啊 现在这样大比分的中国队的领先啊 可以说呢在赛前 赵市长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些人比他会打得这么顺 在打之前我觉得应该会比较艰苦啊 但是这个第一局确实比较艰苦 那么第二局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